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被称为是狗总统的康康五宣传室 最近被爆料,对员工说脏话,耍大牌,冠老板等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2024年5月,在韩国一个论坛 曾经在康康五的公司上班的网友留言 康康五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 监视他们的聊天记录 如果发现有任何对他不利的内容 就会执着地骚扰他们 他还会叫来律师 强迫员工签署同意监视聊天记录的文件 并以此内容来威胁他们 另一位网友留言 康康五和他的妻子持续对员工们进行精神控制 人格侮辱以及要求额外工作 这位网友表示 代表无论男女都随意使唤 但对男性尤为苛刻 奴仆这个表达应该是最恰当的 这些行为使员工们精神崩溃 员工们的薪水仅仅是最低工资水平 甚至康康五还当着员工们的面大言不禅地说过 给员工的钱真的很浪费 除此之外也有网友指出 如果托付训练的狗的主人稍微晚一点付款 就会让我们不要给狗喂尸 虽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但我仍记得那天被虐待的那只狗的品种和名字 当然我偷偷地给那只狗喂了饲料 但那天的真境至今难以忘怀 如果这不是真的 我可能会被起诉 但我尽量委婉地表达并鼓起勇气写下这些 康康五先生 你还记得吗 这些指控与康康五在共众面前展示的亲和形象 形成了强烈对比 随后5月20号 在康康的YouTube频道影片下 出现了一条长篇评论 详细描述了在康康公司内部发生的职场霸凌行为 评论中提到 在休息日被要求跑腿 在酷暑和暴雪中进行繁重劳动 也有很多侮辱和人格羞辱等更多不当行为 这位网友甚至还表示 曾经受到过节礼物是装在排下袋中的六罐五残忍 让自己感到非常屈辱 接着一位前员工A某也在20号播出的JTBC节目中表示 康康五说过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是 不要呼吸 你连呼吸都是浪费的 你比虫子还不如 滚出去 去死吧 这些话我每天都听到 这位前员工A某继续表示 抛狗项圈是家常便饭 每天都会被叫出去 每天都爱骂 骂我的时候所有员工都看得到 江代表还会对员工说 你什么都做不好 训练也不行 是靠着我的名声在训练 对员工持续地进行情感操作 让人不敢轻易提出辞职 他最后表示 其实我到现在还感到害怕 老实说我怕他知道我是谁 我希望他不要再出现在电视上 另一位前员工也表示 自己离职后只收到了 康康五支付的9670韩元工资 康康五给我发了卡扣讯息 说有关于工资的事要说 让我打电话给他 我当时决定要留下证据 于是请他用卡扣留言 结果对方没有回应 在工资日 我收到了9670韩元的工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无法忍受 所以向劳动厅进行了投诉 这位前员工透过劳动厅 听到了康康五的立场 康康五表示 没有额外的退职计 由于未能妥善处理负责的客户 所以削减了工资 不过之后 前员工透过劳动厅与公司取得联系 分三次收到了包括基本工资 和年价紧贴在内的剩余工资 目前在康康五的YouTube频道上 大多数留言都在要求他做出解释 而与前员工们进行采访的节目制作组表示 为了听取考用方的回应 我们通过短信电话手机 公司邮箱等方式联系 邮件被读取了 但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不是因为处理过太多狗 才把人也当狗来对待 我还以为他最起码对狗是真心的 竟然仅仅因为潜入战完了 就让狗挨饿 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他似乎喜欢控制和让别人服从 这种方式对狗来说可能心得痛 但他试图把这种方式应用到人身上 结果就失败了 以前在他出名之前我还挺喜欢他 也希望他能成功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变得像个怪物一样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称赞康康五 在电视上看他的训练方法 既粗暴又具有攻击性 对狗的主人也很无理 尽管他的行为显得越来越着迷于金钱 但人们依然称他为狗总统 他对提升社会整体的宠物文化 确实有很大的贡献 但不具备相应素质的人 民生的寿命必然是短暂的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还没有听到康康五的立场 所以应该先保持中立吧 所以对于训犬师 康康五被爆料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